大家好 今天这盘棋是1965年日本第四棋明文人战当中的一盘棋 对阵的双方是板田荣南和林海峰 我们都知道板田荣南它有一个穿号叫做剃刀 那么这盘棋呢板田荣南就充分的体现了剃刀的威力 吓得淋漓尽致 相信通过这盘棋 棋友们也会真正的理解剃刀的精髓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盘棋板田荣南只黑先行 白棋是林海峰 那么开局呢白棋直接挂脚 黑棋拖 白棋在上面交换了两手提以后 然后呢抢占一个木外 黑棋切断 白棋呢继续脱线 继续抢脚 黑棋呢也守了一个脚 白棋小飞守脚 黑棋小飞守脚 白棋呢小飞守脚 双方开局走了三个无有角 那么黑棋呢抢占大场 这盘棋双方下的非常有意思 在上方啊留下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以后呢 又快速的抢占大场 那么下一招棋 白棋出动这个子 那么这一代变化的本手呢 黑棋要长起来 吃住这个白棋 那么在这一代 板田荣南啊下的非常的新颖 加攻白棋 要整铁进攻这三个白棋 白棋坚冲 也是要争吃这个黑棋 黑棋先爬了一个 白棋一飞 黑棋长出来 白棋呢抚下去 整形 那么下一招棋 板田荣南啊 走的非常的含蓄 大飞了一个 有了这一招大飞 将来呢黑棋这里可以靠下去 可以从这里拐上来 那么电脑 AI在这里呢 给出的建议呢 更加直接 就是靠上去 要求啊黑棋在上面定型 黑棋大飞以后 白棋抢占一个大场 黑棋脱脚 问一问白棋的硬手 白棋呢 长到脚上去 然后呢黑棋再飞了一个 把上面这个无油脚啊 给它封锁进去 同时呢扩张 左边的失控 那么下面白棋要对这个模样 进行清削 那么清削的点呢 这个尖重 还有这个尖重 都非常的普通 那么林海峰在这选择了 打入 还要加工这个黑棋 黑棋没有直接出动这个子 从这里扳了上面 白棋加工 黑棋一点 白棋一长 那么黑棋跳出来 那么下面啊 白棋就对这里的黑棋展开进攻 但是林海峰在这里啊 进攻的方向 稍微有点问题 那么实战白棋呢 是镇住了黑棋 把两块黑棋分断 想要缠绕进攻 但是呢 从作战的结果来看啊 并不理想 那么在这里 白棋还是应该从这里贴出来 或者一飞 整体进攻啊 这里的黑棋 白棋震住黑棋以后 黑棋呢 非常机敏的 靠了一个 白棋扒 黑棋一虎 白棋这里不能挡 只能退一个 这让白棋稍微感觉 有点难受 然后呢 黑棋往外贴 白棋扒 黑棋再扒 有了黑棋这两手棋交换以后啊 白棋这里不敢断 白棋往外长 黑棋贴住 白棋 站住的时候 黑棋呢 保护断点 看上去这一代的黑棋出头 非常的痛快 白棋扒 黑棋扒 白棋呢 连半 那么下一招棋啊 黑棋的本手 是要长一个 继续出头 但是呢 这个时候 板田荣南啊 走了一步非常诡异的棋 再二路扒了一个 这让白棋在这一代 不好下手 白棋呢 先打吃 黑棋站住 最多呢 林海峰 选择了这个扒住 那么这一代 白棋啊 留下很多的断点 那么板田荣南 巧妙的 在这里断了一个 看上去 白棋的白手 是从这里打吃 但是呢 黑棋可以切断这个白棋 白棋扎住 黑棋打吃 白棋往外长 黑棋可以再贴一个 白棋再长的时候 黑棋吃住这个白棋 这些黑棋不单顺利的出头 而且呢 还控制着中腹 这对于棋风非常扎实 厚实的林海峰来讲 是肯定不能接受这个变化的 于是实战 白棋选择了打吃 黑棋双吃 白棋呢 粘住这个断点 黑棋也没有直接吃掉两个白棋 还要顶一个 白棋一扳 黑棋冲 给白棋制造断点 白棋挡住 黑棋吃住两个白棋 白棋呢 保护这个断点 然后呢 黑棋一打吃 白棋 起掉 那么这一代的变化 是白棋走后了外面 那么这些黑棋 虽然吃掉两个子 但是呢 并没有完全的安定 这也是林海峰选择这个变化的原因 但是呢 下一招棋 板田融南在这里拆了一个二 非常的严厉 不但要扩张右上角的失控 还要瞄着将来啊 这里冲断白棋 因为这一代白棋有很多的弱点 白棋呢 也不肯啊 从下面守一个 于是呢 从这里照住黑棋 黑棋一冲 白棋一挡 黑棋切断 白棋一沾 黑棋连回去 白棋的挡住 黑棋一扳 这个时候白棋啊 不能扳断黑棋 那么黑棋粘住的时候 白棋一连接 黑棋可以从这个方向啊 一路的冲出去 这是白棋不能接受的一个局面 那么实战呢 那林海峰啊 在这一代选择了棋子整形的下方 先厚实的粘住这个端点 先把中央啊给控制住 那么电脑AI在这里局部的推荐呢 是这个靠 显得更加灵活一点 那么白棋粘住了这里以后 黑棋开始冲 白棋挡 黑棋切断 白棋反射 黑棋粘住 然后呢白棋退回来 把这一代的白棋走后 现在双方在右边的战斗 告一段落 那么从整体上来讲啊 黑棋顺利的破掉了白棋 右边的失控 从失控的角度上来讲 已经啊 占据了领先优势 我们再看这些白棋 看上去啊 黑棋这里有一个急 好像这些白棋并没有成活 但是呢白棋这里有一个切断的妙述 黑棋也只有这样打吃 白棋呢一路搬 黑棋提掉 然后呢白棋退回来 黑棋要吃住这两个白棋 白棋打吃是先手 黑棋站住的时候 白棋在坐眼 其实局过右边 白棋是活棋 那么板田容南啊 也意识到 右边的战斗 自己也取得了优势 那么下面的下法 下得也非常的伟健 就是把自己的棋来走后 先靠了一个 白棋搬 黑棋一退 白棋呢先脱脚 问一问黑棋的硬手 黑棋选择了往外长 白棋在压住黑棋 因为上面的黑棋 这个拐呀是先手 那么上一代的黑棋呢 也比较安全 所以说板田容南 选择了这个板 就是要扩张了 左下角的时空 白棋搬下去 黑棋呢后势的站住 白棋藏出来 黑棋一挡 白棋连接 黑棋在上方的定型呢 也非常的简明 就是要 就地做火 上面黑棋成火以后 白棋呢 挡了一个 这手棋目数非常大 同时呢 还要威胁黑棋的眼泪 那么黑棋 往外冲 白棋搬住 那么看上去 黑棋的白手 是要往外搬 可能是板田容南认为 这样把白棋 引到自己 实控当中啊 并不划算 所以说 黑棋在这里啊 猴了一个 下一步就要作业 白棋站住 黑棋往上一掌 白棋 封住黑棋 黑棋 两眼 作火 那么下面 白棋就开始 扩张了中复的实控 黑棋 搬 白棋搬 黑棋连搬 那么这一带的本手 白棋是要尝出来 把这里的实控啊 走得更结实一点 但是呢 林海峰认为 这个飞 更大 那么黑棋 打持 白棋 站住 然后呢 黑棋 二路 大飞 这手棋的目数也非常大 压缩 白棋 下面的实控 白棋 在脚上 先搬了一下 黑棋 顶住 白棋 切断 黑棋 沾住 开始 冲击上面的黑棋 白棋 这个二路点 是局部的一个收官妙数 黑棋 也只有沾住 然后呢 白棋 挡下去 那么走到这里以后啊 板田 荣南啊 可能是 优势的意识 太浓 在这一带 下得非常的保守 那么黑棋 正确的下方 应该是立下去 白棋 这里不能往下潮 黑棋 拐住的话 那么这里的白棋 没有什么棋 那么在这里 白棋 最严厉的下方呢 是这个夹住 那么黑棋 把这个字给吃住 如果白棋 度过的话呢 那么黑棋 就吃住 白棋这个角 那么实战 黑棋呢 在这里团了一个 白棋一翻 黑棋 在一顶 白棋呢 这里是先手打吃 黑棋 再按住 然后呢 白棋 再立下去 把这个角 活透 那么走成这辆以后啊 白棋在木树上 追赶了不少 黑棋 挡住 白棋一虎 黑棋呢 立下去 白棋 作严的要点 是小剑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啊 虽然是 板田荣南啊 在上面 下的比较保守 从木树上呢 被白棋 追赶了不少 但毕竟啊 黑棋在右边的战斗 非常的成功 现在黑棋呢 还是保持着一个 微弱的优势 那么下一招棋 黑棋从这里 飞了出来 开始整体进攻啊 这个白棋 那么在这里的战斗当中呢 林海峰又出现了 战斗方向上的失误 那么实战呢 白棋是从这里 贴出去 这一带黑棋非常的厚 那么在这一带作战的话 白棋显得非常的勉强 那么这时候 电脑AI给出的推荐呢 非常的简明 小飞 黑棋如果飞的话 白棋可以再贴一个 黑棋一场 然后呢 白棋 切断 这个黑棋 黑棋为这里失控 白棋呢 扩张 这里失控 双方还是一个 势均力敌的局面 那么实战呢 林海峰从这里贴了出来 那么这里的作战呢 最终影响了全盘的白棋 黑棋往外冲 白棋小尖 黑棋倒 白棋挡住 黑棋 切断 白棋呢 一加 黑棋反加 白棋在下面需要作业 白棋虎一个 黑棋呢 挡住 白棋吃住 这个黑棋 那么黑棋呢 厚实的一般 吃住这个白棋 保证啊 这些黑棋的安全 白棋先点了一个 黑棋一虎 白棋呢 往上一贴 这时候黑棋不能虎 白棋这有一个切断 那么黑棋呢 也只有站住 然后呢 白棋退回来 黑棋打吃一个 白棋提掉 黑棋呢 往上冲 白棋挡住 黑棋掉了一转 白棋一吼 那么黑棋立下来 威胁白棋的眼位 那么白棋呢 暂时没有补 先从这里靠了一个 压缩啊 黑棋左边的失控 黑棋爬 白棋长 黑棋呢 继续爬 然后呢 白棋再站住 黑棋走了一个一路小间 这手棋啊 非常巧妙 下一步就要扑掉 白棋这只眼 那么有了这一招棋呢 黑棋将来还要搜刮 右下角的白棋 那么白棋也只好站住 那么走到这里以后啊 我们就看到 虽然白棋已经成活 那么被黑棋 立到这里 将来啊 还要影响到白棋的这个角 那么被黑棋尖到这个位置呢 还有影响到右下角 那么白棋这一带的作战啊 显然是得不偿失 现在黑棋外围变得非常的厚 又在这虎了一个 下一步就要靠断白棋 白棋小间 那么下面板田荣南啊 又举起了剃刀 开始搜刮白棋中复的这个墓树 刺了一个 白棋站住 黑棋再一跳 白棋一挡 黑棋呢先冲 白棋连接 然后呢黑棋跳出去 白棋打吃 黑棋没有沾 瞎厚实的 虎住 保证啊 这一带的联络 白棋呢 贴住黑棋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的联络 已经没有问题 那么板田荣南 开始分断 中复的白棋 那么中复的白棋呢 还没有完全的安定 白棋先扒了一个 黑棋挡住 白棋再一场 这里有冲断黑棋的下方 黑棋呢补一个 白棋连接 黑棋不住 那么下面白棋就开始作业 先从这里喉了一个 黑棋呢走得也非常的清楚 就是冲 也不做保留 黑棋再冲 白棋站住 然后呢黑棋打吃 这个 那么在上面呢 黑棋啊获得了一个大关子 那么白棋呢 也只有依靠这个长 保证啊自己的活棋 那么上方啊 白棋这个时空啊 被黑棋搜刮的非常的惨 最终呢通过这种单关 保证啊 白棋的活棋 那么下面 板田容南 又举起了剃刀 开始对右下角的白棋 进行搜刮 点了一个 白棋先打吃 黑棋 粘住 然后呢白棋尖顶 黑棋 一搬 白棋呢 粘住断顶 这个时候呢黑棋从一路搬了一个 这让白棋非常难受 白棋这里不能挡 挡的话被黑棋粘住 将来这个地方还要受到影响 所以说白棋吃住这个黑棋 那么黑棋呢 把白棋的右下角搜刮干净以后 又开始搜刮这里的白棋 跳了一个 白棋先做活左下角 那么看上去 黑棋这里有一个小奸杀棋的这一个手段 但是呢这个手段呢不成立 白棋这有一个顶是西安手 那么黑棋只有粘住 白棋呢 一脊 黑棋一粘 白棋这个地方呢可以冲出去 所以说这一带的白棋没有生命危险 黑棋一搬 白棋挡住 黑棋呢把这个子粘出来 白棋呢也只有往外冲 黑棋挡住 白棋在这一带取得联络的下法 就是这个家 黑棋再冲 白棋呢连接 然后呢 黑棋先手把这个子又连了回来 那么白棋就有粘住 那么走成这个局面以后 白棋所有的时空啊都遭到了黑棋的搜刮 那么从幕术上来讲 白棋已经落后不少 双方啊 虽然还进行了官子 但是呢已经啊与胜负无关 好这盘精彩的追剧 我们就欣赏了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